我跟妳說啊 你別聽這個小哥兒了 你對那個姑娘到底是有意思啊 還是逢場作戲 是 我 我剛開始也 也 你瞧你瞧 又接吧 就你這樣還親懷呢 拉倒吧 你這個牛啊早晚得吹破 是啊 所以我跟你說 你就得趁這個牛皮吹破之前 家裡公事趕緊把他拿下 等他愛你愛到死去回來 連大炮轟子轟不走的事 別說你是賣票的 女子是要飯的 她都死心塌地跟著你 我說你這個 竟吃生飯長大的 竟是搜主意 對了你們趕緊吃 吃完了趕緊出車去 怎麼了 不吃了 不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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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天空多么勤劳 阳光多么灿烂 多么灿烂 你在向我招手 我在向你 干嘛呢 电话想了半天你也不接 什么电话快 没有没有 那个 怎么了 什么事 那个老徐那个合同来了 签不签啊 老徐来了 你 你看着办吧 你看着办吧 那签了啊 你快去办 快快快 别冷落人家 桂花姐 好 点 哦 好 心在 噗通噗通直跳 哒 难道直跑 别打东西啊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你俩东西啊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 走啊 刘叔 我 好 喂 我是车队 好 等一下啊 华港 电话 华港 找我咋了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华港 你说 真的 行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好好 在哪儿 好 好好好 一定一定 我一定去 一定去 谢谢 谢谢 五队 我想跟您请个假 一会儿那学习 我就不参加了 干什么去啊 我有点特重要的事 五队 我求求您了 您就把我放了吧 谢谢五队 我走了 听莉莉说 你叫小秦淮 对 那个 我师父 她学那个 人民广播电台那个播音员叫 秦淮 她学得特别像 师父 学一个 啊 这里是精评市人民广播电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是由秦淮为您主持的点歌台节目 万种秦淮 近在点歌台 怎么样 像不像 绝了我跟你说 像 我没骗你吧 我们正在筹备一个轻音乐团 莉莉推荐了你 华哥 你参加过什么表演啊 您看啊 这个 这是我小学二年地的时候 获得朗松比赛第二名得的奖状 来 那这个 这个是我插队的时候 我获得这个文艺标兵 来 整个 整个我们这个区 就我一个人得这个入位证书 这还有好多 您等我看 您等我 好 好了 好了 你看 你看 我姥姥和我同事 都说我长得像那个周立晶 就是那个电影《人生》 和电视剧《新星》里边的男主角 你这时候我发现长得真像 卫团长 我会唱歌 我唱个歌给你听吧 唱 唱得可好听 君港的夜啊 把劲悄悄 海狼把瞻间轻轻的摇 唱好 你唱 лог好 LEASE 啊 谢谢 even 瞧瞧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滑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年轻的水冰 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好 我还会跳舞 我我 我给您来一段民族的 还是来个现代舞 跳那现代跟那 甩头那个 您等着 你看 一 二 三 四 我手机疯了 疯疯我不成佛 学艺术的就得要这个风劲 我就喜欢这样 可以了可以了 来握个手吧 我们现在缺个暴墓的 我看以你这条件 是完全能够胜任 欢迎你加入我们热风 青银乐团 同意录取了 我录取了 有问题吗 不再考考我 不用考了 很好 这小子外星条件挺好 很有前途 那当然 您不看谁推荐呢 我很看重你啊 小伙子 现在很多人做梦啊 都想吃这碗艺术饭 这机会难得 抓住机会 好好干 我一定一定 谢谢队长 谢谢队长 还谢我呢 谢谢李 谢谢李李 我没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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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里是精评式人民广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秦淮为您主持的点歌台节目 万准秦淮 精彩点歌台 致民过了 你不介意吧 既转严 我们点歌台 总共的第八个人 夕美 你幸福吗 你 为什么这么问 你先告诉我那幸福 幸福 很幸福 就因为她是个博音员 不 她可比这个里边的 真实多了 你确定她是真实的 反正 她在我眼里挺真实的 我知道她好多呢 她跟她姥姥住在一起 她爱写诗 不过啊 她写得不怎么好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一点架子都没有 回忍很谦虚很和善 哎呀 给人感觉 我让她的公众 她读回忍 如果是否 她是大夫人的 什么 如果这一切都是假象呢 假象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志明哥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不应该跟他谈恋爱 我配不上他 我真的没那意思 其实说实话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感觉是有点不真实 像是在做梦一样 这个梦 只有醒了一天吧 不 那我可不相信 我宁愿 永远活在梦里 我可不相信 送上这首 明天会更好 祝愿我们的节目 一年毕业好 也祝愿听众朋友们 幸福安康 你上哪儿去了 跟朋友吃饭啊 哪个朋友 就跟以前的战友呗 男的女的 男的 不问了吧 马志明你给我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让人家姑娘 在公园里等着你好几个小时 你耍人家你怎么 忘了 忘了 这么大的事你给忘了 马志明我告诉你啊 我这家不收留你这个光棍 知不知道 我是怪我心狠 我把话搁到这儿 明年你不把媳妇娶到家 你趁早给我滚蛋 那你明天就把那女的找来 我明天就跟她登记去 谁不去谁帮不带 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就这样对待我呀你 我生你养你容易吗我 那我可不相信 我宁愿永远活在梦里 我可不相信 我要辞职 这是我的辞职线 又无安分 又烧包 你又想考哪个文艺团体 你这个岁数也不小了 该有点自知之明了 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要老做那些 不招编辑的春秋大梦 什么春秋大梦啊 这回是真的 什么真的呀 我被热风清音乐团录取了 热风 还抽风呢 我问你 他这个 清音乐团是民营的呀 还是国营的呀 另外他是归哪个单位馆 是归文化局呀 还是宣传部啊 吴队 你听我说 我才不管他归哪儿管呢 我只要能实现 我自己的理想就行 他们让你干什么 让我当报幕员 你笑什么呀 你还记得 咱们系统那个文艺会演 你当报幕员 上台就接吧 那不是我第一次上台吗 后来我又演出这么多回 我还什么时候接不过 我给你说啊 咱们这个单位呢是国营的 是铁饭碗 我知道 辞职容易 复职难 您放心 我就没想过复职的事 我已经想好了 你真想好了 真想好了 不后悔 后什么悔啊 你看啊 你看啊 你姥姥都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不能老让老人为你操心呢 是不是 我看这样吧 你让那个单位呢 开个借调函 咱们以这个 停薪留职的方式呢 把你借调过去 等你扎稳了脚跟 咱们再过来办此事 谢谢队队啊 我 我肯定不会回来的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给他车子丢人 我走 来我腿 夕妹 你好 随着和你深入交往 我越来越为自己的欺骗行为 感到羞愧 我必须坦白告诉你 我不叫秦怀 滑岗才是我的真名 我的真实身份 是热风轻音乐团的报幕员 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过错 接受一个真实的我 请你务必于本周四晚六点 到我们第一次共进无参的 大红运酒楼来 我会在这里恭候你 当面向你表达 我十二万分的歉意 都什么时候才把货发过来 把这儿收拾收拾 来来来 放这儿 放这儿 来来来 放这儿 放这儿就得了 算了 进进进进 进进进 进进进 快点 打开把树点一点 你赶紧发给他 小心啊 小心 怎么是男装啊 怎么回事啊 这啊 跟他说了女装 女装这发的什么啊 男装 这可怎么办呢 这客户都等着发货呢 又搞错 打电话问问 怎么回事 真是的 跟他千叮咛万嘱咐 别搞错 别搞错 上次就搞错了一次 耽误那么长时间 真是 怎么样 没人接 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客户催得这么紧 我现在去实施一趟 去实施 那怎么办 我先去火车站 赶最近一趟去实施的 把包给我 贵花姐 这两天你就帮看着 我办完了事马上回来 行 放心吧 赶快打好包 给实施发回去 好好好 真是气死 来 来 来 弄干净了啊这 好好好 弄干净了 你放心吧 好啊 开着 开着 服务员 你好 现在几点了 七点半 谢谢 不客气 鯧子 我没事 我好 你没事 我没事 所以好 你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 你没事 我没事 重置 醒醒啊 我们打烊了 现在几点了 十点多 总够二百二十块 这些打包吧 谢谢 请稍等 谢谢 先生 您好 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助您的吗 我 我找你们杨经理 我们杨经理出差去了 请问有什么事吗 没事了 谢谢 不客气 我找到了 你咨试 着等你 我老婆 虽然有什么事 好 我是有的 我知道 老朗不放心 我都这么大了 我会自己找我司徒 有事就给你爸妈打电话 别怕麻烦他 不用了 他们这么忙 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嘛 老朗 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嘛 我这一走不在您身边 您自己可要多注意身体 放心吧 没事 去做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趁年轻好好闯闯 好男儿子在四方 姥姥 您放心 等我在那边混好了 一定回来好好伺候您 好 姥姥等着你啊 姥姥给你买的胖大海 在这儿放着呢 可记得每天冲水喝 他们都保护嗓子 别忘了 我知道 好了 那我走了 您都保重 好 再见 注意身体啊 你要出去啊 对 我出去 我正好要跟你说件事呢 来 坐下 我着急出去 不差那一分钟两分钟啊 那个 我这 刚从实施回来 最近忙得有点乱七八糟的 说 你说咱爸这婚事 你觉得 这你别问我 你没觉得咱们这家庭 有我没我都一样吗 你问我没用 你 你要是不同意 那咱爸这心里 结婚 我也不反对 不接 我也没意见 真的 不用问我 你们就自己决定吧 那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得你得告诉我一声啊 我的态度就是 你们要是结婚了 哎 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我能赶回来就赶回来 赶不回来了啊 就当没我这人 不接了 就都省了 告诉我也不用告诉 走了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莉莉 哎 尊敬的各位来宾 嗯 哼哼 你 一 截 FS 鱼尸们 先生们 大家 我 我 我 加油 先生 先生 textures 玉닷 对不起 嗯 不过 不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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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团长 魏团长 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 我 几句简单单开场 白你都说不了 我当初见你不这样你 魏团长 我求您了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下次我绝对不会 再出这种问题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这摊子就砸了 你呀 哪来哪去 魏团长 我 你好 蓝色夏丰 喂 喂 说话了 找奶妹 喂 说话呀 喂 说话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她都一个多月没来找你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她会不会是去外地出差什么的 她不在当地呀 可是每天的点歌台还是她主持的呀 那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啊 你说 是不是上次我临时出差 去识诗妹告诉她她生气了 那肯定就是这样了 你们这些谈恋爱的人呀 都有点小神经 可谁得看上去 不像是小鸡的人呀 得了吧 你才认识她多久啊 那她没来找你 你可以去找她呀 其实我找过她 可是上次 我去她家的时候是晚上 我再去找的时候就 怎么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你可笨得真够可爱的 那 那家找不着 可以去电台找啊 去电台 不好办啊 人家是名人 我怕对她影响不好 什么名人呀 这都一个多月了消失 你还在这儿啥等啊 我想 她不来找我 一定有她不来找我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呀 这都消失一个多月了 我可告诉你 她如果要真的是那种玩弄感情 使乱中气的人 我绝对不饶了她 我非要来身败名裂 我要去电台 让她还混不下去 你别这样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样护着她 你去不去 我再问你去不去 好 你不去 我去 去 去 不过你得答应我 到了那儿 看到人家 你把你的情绪控制好 千万别发火 有什么事 我来处理 好好好 走吧 二位啊 有什么事吗 大叔您好 我们找一下秦怀 找秦怀 秦怀 有事吗 有私事 麻烦您打电话 请她下来一下 最近找秦怀的人也太多了 不能每个都见吧 秦怀她工作太忙了 没什么事 就别打扰她了 当然是有事了 没事我们来这儿干吗呀 麻烦您打电话告诉她 有一个叫杨夕妹的 我们现在在楼下等她 如果她是个男人的话 请她立马下来 没事 杨夕妹的工作太忙了 您打吗 您要是不方便打的话 我们就进去找你们领导了 我给你打了 你干吗这个态度啊 我不是这个态度 她能给打电话吗 喂 是秦怀吗 下边有人找着您 叫什么来着 杨夕妹 杨夕妹 你要这种时间呢 你就下来她吧 好了好了 秦怀说了 她马上下来 二位等一下吧 谢谢 谢谢 我跟你说好了啊 一会儿她下来你别紧张 听见没 有我呢 你控制好你的情绪 你有什么事我来说 你别说 我尽量吧 什么尽量啊 刚才来的时候 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你怎么 好 杨夕师傅 谁找我 这一会儿你从这儿找您 你们好 你 你是谁啊 我是秦怀啊 你是秦怀 你 你们别合伙起来骗人了 麻烦让真的秦怀下来一套 你这个同事是怎么说话的这是 我应该怎么说话呢 我们来找秦怀 你们弄一个假帽子下来糊弄我们 没门 麻烦您秦针的秦怀现在下来 活怎么成假冒的了 因为秦怀长得不是你这样 他比你长得帅多了 是吗 是 那我想你们搞错了 要不这样 你看啊 这是我的工作证 看清楚啊 工作证不会骗人吧 看清楚了 你真是秦怀 你真的是秦怀 千真万确啊 看样子还有一个英俊帅气的秦怀 介绍我认识 新妹 对不起啊 新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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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 新妹 新妹 你别跑了 你等着我 好 好 这就是秦怀她给你使的一个金蝉脱销剂 她就是想安全下车没门 走 我们先去找她理论理论权 我不去 跟人家没关系 我不去 怎么会跟她没有关系呢 这就是她使的一个机 你看不出来吗 正方 求求你了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我怎么可能现在让你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呢 新妹 你清醒点 你遇见秦朝的骗子了 我们现在必须去找她 我们去理论一下 我们不能就这么犯过她 我们必须要去找她 新妹 你别说了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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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跟你说你已经喝了不劳少了 你吃点东西再喝 你这样喝一会儿 肉也不舒服了啊 听见没 别管我 别喝了 说你 你就这会儿 你看你 你看你已经喝了多少酒了 你别在这儿喝吧 你有话 我想喝 我跟你说 不许再用这样的方式 伤害自己听见了没 别人已经伤害你了 你不许再自己伤害自己 听见了没 你说 你 是不是我 最好的朋友 给你 我酒 你说 你说她不是秦怀她是谁呀 她不是秦怀她能是谁呀 我就 纳了闷了我就 你说你 你给都跟她交往了那么多次了 你 你怎么就一点破绽都没看出来呀 笨死了让人给骗了 周芳 别 喝酒了 你不说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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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好热 你Ằ cases 给我 去 我 去 这个 来 新妹啊 我这眼角啊折得挺多 你用那个粉呢 多给我盖一盖 这 这 盖盖这褶子 好 您就放心吧 我 我这 我还不能看吗 说什么呢 您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个大美女 大美女谈不上 不过我年轻的时候 还有挺多人追我呢 就老罗那样的 我还看不上呢 我爸怎么了 我爸多精神哪 而且心肠又好 说得是 心肠好 这个 当年啊 她看我这个寡妇啊 带着儿子挺可怜的 每次啊 到粮店去买粮 都多给我撑点 然后啊 自己再偷偷地把钱补上 便宜都让她给占了 要不 你说我这个人大咧咧的 我哪知道啊 后来黄主任告诉我 我才知道 哎呀 这一晃啊 像 老罗呀 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就像昨天一样 你怎么了 新妹啊 没事 最近老收点胃酸 哦 爸 好了 爸 好了 好了 来 拍去 来 我拍 哎 二位老人家 您再坐近一看 什么老人家 哎呀 你叫什么近呢 不是老人家 你还是大姑娘了 那当然了 好了 都多大岁数了 还给小孩似的吵嘴 哎 阿姨 阿姨 往这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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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哎 哎 哎 接下来我输三啊 一 二 来 笑一个 笑一个 哎 三 好了 来来来 快给我解开 把我憋死了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 哎 咱们回家吃饺子去 老大 我就不回去了 我还得去打几个 长途电话呢 吃完了再去办事吧 哎 他忙让他去吧 饺子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好 我给你留着 啊 你回来再吃 我还找你有事呢 行 那晚上等我 我先走了 咱们走吧 走 走 什么事啊 来了 饺子来了 赶快 趁热吃 饺子旧酒 越吃越有啊 可惜没有酒啊 有酒也不能喝 你不要命了 哎 来 你没发现 戏妹最近有点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啊 你没觉得她胖了吗 胖了吗 嗯 嗯 我还觉得她瘦了呢 工作那么忙 她能胖得起来吗 那个信妹 是不是有对象了 有对象就好了 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怎么出对象啊 你没什么事啊 莉莉们倒是处了一个 听说还是个香港人 也是没辈儿的椅子 靠不住的主 不对啊 我觉得这个信妹啊 八成是有对象了 没跟你说吧 她都二十六了 出个对象 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嘛 真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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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不高兴啊 你说 你别不高兴啊 我觉得 行呀 怀孕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你看你看 我我刚刚给你打了预防针 那现在就失效了 我跟你说 徐老大 你要是嚼舌头根子 你到外边嚼去 别嚼在我女儿头上 人家是大姑娘 还没结婚呢 怀什么孕啊 你怎么不怀啊 你是怎么说话呢你 你怎么说话呀这是 那 我只是怀疑 我没说她真怀上啊 这种事情能瞎怀疑吗 你有什么证据啊 人家清清白白的 这个大姑娘 这种瞎话你能说吗 那我是过来人 那我还看不出来啊 那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啊 你放屁 你 告诉你 徐老大 你啊 再胡说八道 我就告你诽谤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 你说我真是何苦呢 好心当着驴肝肺 但 我这张嘴吧 我这张嘴吧 我看你 不愧 你 我看你 那我看你 我看你 你说这孩子 做了这么多菜 到现在也还不回来 西美长 爸 来 赶紧吃饭 我不会 不吃 怎么不吃啊 你看看你这些天 也没吃一顿好饭 你看看 你看看你现在瘦的 这脸蜡黄蜡黄的 人是铁 饭是钢 你看看 你看看爸爸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你看看 红烧肉 过来 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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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您 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让你自己说 你得保住 她这点名香港 民伺侬人 小 tooth 你强到